這個會議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最難以解決的問題 我想當中應該有很多人參與過這樣的會議 有參與過的請舉手 好 謝謝 有一半 那一半的人還沒有參與過 所以呢 我們這一堂課本來是要 是安排總辦士林幫仲牧師來為我們帶領的 那今天他的情況有比較好 已經沒有再吐了 所以我們繼續來為總辦事禱告 那今天當領的人是我們很有福氣 他要把OST出手的果子獻給我們 就是王牌牧師 王榮毅牧師 王牧師 會不會緊張 很容易的 緊張 你說什麼 什麼叫緊張的 哎呀 我真期待你說 這對我而言是很容易的 因為我就是叫容易牧師 還有什麼事可以讓我緊張的呢 套裝不要套 哈哈哈 這是我們初步第一次合作啦 所以 初次相見 噢呀 Hazuremasse 這個開放空間會議 那到底有多開放呢 會不會嚇死人的開發 不會的 不會的 不會嗎 不會 我們都在很隱密的地方 哈哈哈 所以開放的意思是指 是我們的心要開放 心態要開放 可以容許大家表達 放心的表達自己的看法 聽起來 這是聆聽很重要囉 齁 除了我們內心有自己的看法 我們外在呢 要聽別人對這個主題的想法 進而發展出一個創新的一個方法 是這樣嗎 是 哇 這OPSPACE好像層級很高耶 層級太高的話會跑到雲端去 雲端這個也很好啊 都符合現在嗎 因為Dekanology它就是一個科技嘛 都連得上 那這個這個OST裡面 又很重要的一個精神 好像跟我們台灣的文化 以及原住民的文化 很有相關喔 譬如說 譬如說 你來看 我們整個會場的佈置都不一樣了 對不對 我們把那個椅子桌子全部撤掉了 剩下的看到的是什麼 梨跟紙 還有呢 如果從遠遠的看 它是不是一個圓形 這都 這是我們講到 這個空間 空間我們用圓形來呈現 是不是 是 所以呢今天下午的會議空間 我們也都是用 圓形的 圓形的來呈現 那圓形跟我們文化有什麼關係啊 圓啊 圓喔 像台灣人的 像台灣人的 像我的身材 感謝主喔 就是各教會都很照顧你啦 那這個台灣的文化喔 我們發現 呃 可以輕鬆的來享受對不對 對 那原住民裡面也有這樣的文化耶 像他們騎老對不對 騎老在古老的傳統裡面 哇 騎老作者他們就一個一個 做成圓形的文化他們也是在讓 跑跑 好像妳對圓形的文化很了解 當然喔 哎唷 而人牧師在這裡怎麼可以不了解呢 我們有很多圓住民 真的是大頭目啊 在這裡 感謝 感謝主喔 這個我們發現真的是很有趣的一個會議 因為這個會議可以帶給我們很愉悅 在各樣的茶點的享受當中 我們可以很愉悅 還有看到有一個麥克風 對啊 這麥克風代表什麼 它就是代表發言權啊 發言權 所以OSD裡面有一個權杖 非常的重要 發言權為什麼要 要有這個權杖的 就是當一個人在發言的時候 其他的就是要認真仔細的聽 他有那個權力 那個時候他發言這樣 也就是說我們效果會有人紀錄 當紀錄的時候 你就必須很忠實的把它紀錄下來 每一個人發言都非常的重要 不要去照自己的意思 寫出那個人手發言的 而是忠實的紀錄 這好像跟王牧師講的那個 對自己要很誠實很忠實 在我們的教材裡面 原來都是一字性耶 所以今天請王牧師來 是最棒最合適的 我也看到這個空間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標語 你知道我最喜歡的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該結束的時候就結束了啦 是的 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說 我們永遠都會有討論不完的話題 但是時間到了該結束 它就會結束了 不用一直想要去做得更好 其實該結束的時候它自然就會結束了 那現在還沒有該結束的時候 是啊 我只是讓大家能夠明瞭記下條 簡單明瞭記下條 那麼呢 我相信還有幫的標語 有很多初次參與這樣的會議的人 不太熟悉 你們可以舉手你最喜歡哪一個標語 我們的王牌牧師就會一一來告訴我們好不好 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各位 前言已經講完了 其實開放空間 本來最適合的方式是大家可以圍成一個人圈啦 但是因為場地的限制人數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用這種方式 那等一下我們會 因為我們這從昨天 一直input 一直聽 然後有一些想法到今天 我想說我們可能有一些建議 或者是我們想要去形成一個共識的時候 有一個觀念 你覺得說這個可以付出行動很好 那就希望你能夠提出這樣的一個看法 那這樣的看法怎麼去凝聚共識呢 就是當你有想法 你出來你就可以拿這個紙跟筆去想要提案的東西 想要討論的東西 你可以當那個 我們翻到這個第手冊的57頁 這裡會有一個會議討論的一個這個表格 那就是你當你在這裡寫你想要討論的主題的時候 那你可以說明一下 拿起這個麥克風就說明 你為什麼想要提這個動機是什麼 你想要怎麼做 寫完之後就貼在這個前面 選一個時段 等一下我們下午有兩個時段 A時段跟B時段 那有不同的場地 你就可以提案之後呢 你就去選一個你想要的場地 你就把它撕箱那個 那個是扇子的黏的 你就可以拿起來 貼在你的提案上面 那等一下我們這個時段結束 要去吃飯之前 會有一些時間 讓我們到前面來看 因為我們有聽到提案的人在這邊分享 你覺得很有興趣 你就去那個他的提案單上面 下面就簽你的名 簽兩個時段 你可以兩個時段 可以選不同的主題 然後去參與 在一個半小時裡面 貢獻你自己的想法 對那個主題 你有些想法就可以講 那提案人就是去主持 然後尊重每一個參與者 然後慢慢慢慢去聯繫一些共識 聯繫一些可行方案出來 那我曾經參加過 有那個傳道士的那個 在此訓練的時候 就有些共識出來之後 有的真的可以做一些 簡單的提案 但是他可以給你可行的 譬如說他們在網路平台成立 有這個結盟的 連結的 或者他們成立一個新的社團 這個都是一個可行方案之一 就是有很多可能性 我們可以提出來 那在這裡的時候 你就可以先想一下 如果你腦海中有一些想法 想要凝聚共識的 你等一下就可以出來 拿紙 然後可以先發表你的看法 然後把你的想法提案寫起來 就選時段 然後就貼起來 然後我們這個時間就是很自由 我們大概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到12點 所以這一小時的時間 我們就會開放大家想 然後想到的人就出來 出來就可以拿麥克風 就先分享你想要提的案是什麼 討論的主題是什麼 然後就寫起來之後就可以 拿那個貼紙 貼完之後你就可以回座 然後有人想到你就再出來 就是可以有這樣子動作 那如果你也可以先出來拿紙去寫 寫完之後再排隊再輪流 講你的那個提案 然後邀請大家一起參與 他每一個人都要參與 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在不同的主題上面 然後來貢獻你自己的想法 那當然參與這種OST的時候 就是你在貢獻你的想法的時候 你同時也表示你願意參與在這個 大家討論出來的一個方案裡面 好 這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方法 就是沒有 我們沒有規定你要怎麼討論 但是就是在那個各組的裡面 就可以討論去做整理 那有一個主持的人 有一個記錄的人 好 那這個標語 上面的標語就是提醒我們 在這個OST的這個技巧裡面 他很簡單的就是說 比如說你他鼓勵 你就算你選了一組要去參加 你聽到一半你覺得 你沒辦法貢獻了 你的賣可以 就是結束的時候 該結束就結束了 所以你覺得在這一組你貢獻不了 你可以移動你的腳 就移到另外一組去做蝴蝶 像我這樣也可以做輕盈的蝴蝶 你猛猛體重九十幾公斤 也是可以輕盈的可以到另外一組去 然後去 所以有的人我曾經參加過 有的人每一組他都這樣問到 有最後他就在一組裡面 他定下來也可以 那有時候蜜蜂那個 做蜜蜂啊做蝴蝶啊 有時候也會貢獻的 請問一下蜜蜂的貢獻是什麼 你傳過花粉 有時候他在這一組 聽到一些東西到別組去的時候 他就授粉一下 然後就結果了 這個也是有時候有這種貢獻 是意想不到的 所以你不用限制自己 一定要是什麼角色 你就試試看 在這參與的時候 該結束的時候你就結束 有時候你可以做蜜蜂 有時候做蝴蝶 然後出席的人都是最適當的人 不要覺得說你怎麼跑在這一組 你不適合這一組 沒有這種想法 就是大家都徒將尊重 那我希望說 這個多一點時間 我們可以來出來提案 然後如果你還沒有想得很完整的話 可以有想法的人先出來拿紙 拿到自己的座位上 開始想然後寫 你真的想要提案的人 你現在就可以出來拿 因為我們需要有點時間去想 然後去寫出來 那所以這個時間就開放給大家 可以 不知道還有什麼問題嗎 等一下下午的時間就是很自由 你如果學哪一組 你填了哪一組 你就去哪一組報到 去哪一組 時間到你就可以去 然後如果你討論 覺得不適合了 你要到別組去 你就隨時可以離開 沒關係 你跟那個主持人講一下 你就應該不用講 就可以悄悄的消失 到別組去這樣子 這是一個很自由的那個 但是時間到的時候就要回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 組織的人一定要注意 那紀錄的人要把它整理一下 如果有電腦的 就如果你們有帶電腦的就更好 那如果沒有電腦沒關係 就是用寫的 我們會有那個紀錄的磁闊白紙 那我們的時間下午會是 所以午餐完以後就沒有再集合了 午餐完就是兩點開始開放空間 所以要睡過頭 午覺睡過頭就晚餐了 所以兩點就開始 去到你的選擇的空間 去那裡跟大家一起討論 然後我們到五點的時候 一定要回來 這個地方做一個總結跟分享 一天的整個的這個回覆 很明顯 所以這個時候請不用客氣 就算你等一下沒有要提案 沒關係 你現在有想法 想要可能想提的人 都可以出來拿紙張 然後拿筆 然後在座位上寫完之後 想到了你寫好了 就出來分享 分享你想要提案的內容 然後再找時間貼起來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動作就是 請踴躍的來這邊拿紙 把你的提案 你想要提的可以寫上去 好那我覺得這個時候就把時間交給大家 有沒有什麼要問 提案人要拿主持人 不來了 提案人要拿主持人 不來了 提案人要拿主持人 那一組就會垮掉不行 提案人要堅強一點 除非你有經過你們那一組投票 可以同意有人要來組織 不要自己提完之後就跑走了 提完的就是要幫主持人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練習 就是我們可以凝聚共識的方法 其實OSP是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可以聯繫共識 好那就請大家出來拿 有意願的就出來拿紙張跟筆 勇敢一點 不一定現在拿就要講 所以就拿回去寫 那挑你自己喜歡的顏色就可以 可以拿出去 好那這個就是要選 你要哪一個 那你先檢視一下 然後再選你的習慣 有他先 那你先 說大家聽好嗎 有啊 說大家聽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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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啊 大家聽好嗎 國際講就比較不容易 我就是說 我們這個土地 比較進度 土地的 這個土地就是標識蛋 我們要怎樣來認同 第一 土地的 告訴我們 台灣基督頂的 各位 中輝 我們愛人同 我們這個中輝 那這個中輝要怎樣 中輝就是我們的頭 我們國中輝 就是他的腳 我們就是 他這隻 螃蟹了 我們這隻 我們不是要做螃蟹 我會做一個 做 他這隻 我們現在說的就是要提出 提出要討論的議題 那 不是要講答 就是 答案了 不是說答案 你怎麼有你的生活 但是那就是開放空 要讓大家來 如果有關心這個議題 做一個來就好 好 就是說 他有提出這個 我就是要先說我的用意 我的用意 就是說 這個我要跟你說 就是說我這個用意 為什麼要先投資 對不對 這是投資 要給你們 很大的 生活空間 對不對 中藝 你要認同 唯一你想 你要做小美鳳也好 你要做什麼 都可以 這是我的體驗 你選擇 你選擇 時間 你選擇 你選擇 這A四段就是 幾點 兩點到 三點半 對 好 這樣 等一下 等一下 有 有 那個 如果對這個議題有慶祝 就來 你簽名 到現在 結束的時候來簽名 好 可以 可以 開始了嗎 可以 好 我的那個人拋出兩個議題 跟大家一起來討論下午的時段 就是我這幾天 一個聽到的大家專題 然後一個衝動跟熱情 一直想要趕快去想這個東西 原住民青年大專 從地方教會 中會 總會 特別是大專中心 原住民的大專中心 還有親人事工 這個部分的一個關係的整合 跟資源的統籌 怎麼去建立 我昨天有靠出這個議題 我覺得那個東西很大 需要更多的人跟我一起來討論 謝謝 那個 那個 再寫一下 因為 我們在寫那個提案單 這個提案的時候 盡可能 就是不要寫太大 因為要留地方給人家簽名 要參加的人 你只要說明 下一個點頭 會比較方便 好 如果是這個主題 如果有時候太大了 你想要把它再載發一點 可以有不同的提案出來 到時候放在上面的時候 可能會整合 如果說 比較一樣的 的提案可以討論一下 然後把它整合一下 可以放鬆 但是 我們要怎麼樣 怎麼要怎麼講 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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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自己的名字 要簽自己的名字在 你的提案 然後簽名 我們 我們這次的主題 是因為大專七年宣教 盡可能把它限制在 就是大專跟七年的這個宣教上面的提案 要簽名 可以人家說嗎 可以人家說嗎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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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繼續 要不要限制 但是選擇一個比較好的體制 對我們問題的解決很有幫助 今天聽了兩天 我現在做得很辛苦啦 聽到很多問題啦 零欄滿目 有時候真的覺得 這麼多問題要如何去解決 也沒有辦法一下子可以解決 那我們在開放討論的空間 我剛才跟我們的議長講說 等一下有結論的話 誰要執勤 有沒有約束力 還是大家公爽的 講一講 大家發現一下 今天講了很多 回去 中會總會的事情照做 沒有什麼改變 這個是提出一個質疑啦 我們這樣一個會議的效力在哪裡 因為他們有法定的耶穌律 他們是中會 他們是董會 他們是委員會 都不是 我們今天在這裡努力去想一些問題 想一些解決之道 這些成果到哪裡去了 還是大家一個腦裡激動而已 這是題外話 不 這是題內話 這個很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的題內話 就是我們提出來的東西 要怎麼執行的部分 所以我說我們的討論不是公爽的 就是說我們要能夠做 不是別人能夠做 我們討論出來 不是給別人做的 是我們參與者要做的 這個叫做開放空間討論的意思 就是不是在檢討別人 我們是想說我們可以做什麼努力 來改變一些事情 那我願意做什麼 好 這是比較了不起 所以我想這個提醒很重要 今天我們不能提我們沒有辦法做 對不對 這樣才是有責任 今天我們的議長參與 很多的議長在這裡 或許議長講什麼去看的話 在我們中會可以做的 可以講 對不對 才有辦法執行力 那當然還有一個前提的問題 開放討論空間 今天我們說我們討論這個議題 我們的動機 靈感怎麼樣 剛才有提示 從大專 千年 事工上 我們聽了這些問題 我們要如何面對這些問題 把一些問題能夠得到一些理據 所以我講一個支付的問題 我聽到斯汀娜 原助理在講 各中會的預算 七年事工預算 一萬不到五萬 五萬以下 真的是很少 很少 跟我們中會比較起來 台北中會七年部的預算 七十幾萬 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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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分享嗎 不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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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再講 制度上 二分鐘 一分鐘 分掉了 在我們的宣教歷史當中 我們的宣教師 在培育台灣基督教館在外 會成長的過程當中 我們本土的傳道人 很重要提出三次 有沒有 還記得嗎 自立 自治 自養 要成為一個堂會 也要達到這樣的目的 才能夠發展的事工 而不是一套培人 但今天聽到研究所講的 他沒有辦法 所以這讓我們看到一個 嚴重的問題 中會的事 在我們台灣基督教 廠長的教會裡面 重要的是中會 但好像我們對總會 有大的期待 是不是 在史丁娜報告裡面 對總會有大的期待 我們中會沒有力 但既然你成為一個 中會為什麼沒有力 這是值得要去探討的問題 好 制度 體制 OK 再講 超鬼啊 超鬼啊 先誰跟誰 分享 分享 十分鐘 大家不要說話要 我完全要 你講到啦 我可以 你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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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來講 你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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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哪 是你講 然後其中兩次是因為 四次了 這次是第四次 其中三次是因為母語考試沒有過 所以呢 我們要來討論一個 四季的問題 好 這是我們現在長老教會 保存母語是我們的責任嘛 那我們知道一開始我們使用母語是為了藥材 因為才能夠切合大家的心經 透過母語可以貼近大家的心 可是當這個世代 我們的大專生 其實他們到外面很容易不見 不願意回來的原因是什麼 有時候母語聽不懂的嘛 就像我們的青年到外面去 聚會很火熱 然後回來服侍很火熱 然後 主治禮拜的時候 每個都張大了嘴巴看著我 來講什麼台語聽不懂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還是要繼續 把保存母語當作第一優先嘛 還是我們要傳福音第一優先 其實我們跟其他的教會 那些現在旗艦型的教會 我覺得在根本上面 我們不會輸給他們 可是我們 可能其中就是我的分析 大家可以來討論喔 到時候我被定的很慘的 說不定喔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 就是 稍微劣勢的地方 就是我們必須要堅守在保存母語 這塊上面 我們的禮拜 我們的Service 很多的東西 都是必須要在母語裡面 所以 我想今天保存母語 是我們的首要工作 還是傳福音 是我們的首要工作 然後還有因為語言的關係 我們似乎 變成了很多的教會 而不是同一間教會 我們希望在主裡面 是一個間教會對不對 可是到時候 就是上來講的話 可能每個人都希望 要講自己的母語的時候 那那種感覺就是 當然我們心態是同一間教會 可是很直接說 阿他在講什麼 我想 如果不是因為 這樣子的話 我想新約聖經 也不會是用希拉文寫喔 應該要保存母語 用猶太文一樣來文寫喔 因為他們傳福音的目標 大部分是猶太人 為什麼用希拉文呢 這是這種討論的地方 然後歡迎大家 來一起討論 對我們的大專 我想這個也是一個 稍微有關聯喔 我稍微再說明一下 其實 開放中間本來是應該是 兩三天的活動 然後就是整個活動是兩三天 那因為我們這個時段 只有下午的時段 要來一起討論 所以時間很有限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 處理說很大的問題 我一直很希望說 是我們看到了一些大的議題 可是在小的事情上 我們可以改變什麼東西 從這些看得到的地方開始做 因為有時候討論的意義很大之後 到後來變成就 就花題了 就會不會花題了 那很可惜 當然我們容許 我們對於容許每個人 他有他的想法 那你也要尊重 你自己想要去參與在哪一個討論 那所以我們需要有時間說明 來你自己的想法 為什麼你會提這個 謝謝 大家平安 我是來自台南中衛護理師公佈 目前首席總會護理委員會 現在我要跟各位在座的弟兄姊妹 談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護理團體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現在應該是每個教會的那個姊妹年齡都有斷層 老的很老 年輕的很年輕 在像我們安安教會 七八十歲了還是屬於婦女團體 年輕的上班 有的是她不進來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一直是 很傷腦筋 所以說我們在想 現在的年輕的問題 我知道那個青年總會 他們規定是四十歲 還是限制在青年委員會 那四十歲的姊妹他們結婚了 是不是也應該回歸到我們婦女團體 讓我們那個老的婦女團體 有新的生命在住進來 所以這個問題 在我們台灣中會 我相信我們整個全國的中會 都有這個問題 有的教會是換小組 然後把婦女團體挺起來 沒有婦女會長 這也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說希望 在我們婦女的分分 就拋出這個問題 讓我們婦女團體熱熱在教會 來陪伴年輕的姊妹 來牧養他們 讓年輕的姊妹 進入我們婦女團體 謝謝 這是很具體的一個提案就是 想辦法讓年輕的女性可以參與 好 那先一個施斷 還有沒有要提案 好 各位牧者彤彤大家平安 好 我這邊提一個 這個是我們前幾天 童工訓練營的時候 我們的青年的童工 有一個發表意見的時段 他們大概共同的提了一個 滿一致的意見 就是說 到底教會青年 他在教會裡面的定位 他是一個服侍的人 或者是他是一個被牧養的人 那這裡面大概談到幾個狀況 第一個就是說 他們似乎都有一種 心聲都覺得他們好像是教會的工具 那我們怎麼樣來 到底 教會青年在教會裡面 他們應該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角色 他們都是服侍的工具 甚至有人說出說 我好像用完就丟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服侍的過程當中 往往青年都是被動的接受指令 然後就服侍 那他們的意見想法 剛剛 剛剛政務司有說到說 他們還有一個諮詢小組 所有的議案他們要可以先假投票 這一類的這種意見表達的一個過程 是不是我們的教會的能不能有更多的管道 讓我們的青年可以來參與這些教會的 未必是決策啦 不過就是某一種程度上面的這種機制 可以讓他們有更多的意見表達的一個平台 那第三個就是 這個也是反映到就是說 昨天的所有的教會的分享 其實很明顯的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這些做青年的工作 比較成功的教會 其實青年都是被培育的 那我們在教會裡面 我們到底是怎麼樣在培育這些青年 所以我想我們就提出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討論的議案 我想歡迎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們到底對教會青年的定位 還有教會裡面的牧羊 我們應該要怎麼來做 謝謝 等一下我們要結束前的時候 來填的時候要簽兩個名字 就是A時段就是 B時段選一個 A時段選一個 那你要記住自己簽完的時候 不要忘記自己簽了哪一個 一定要看他的教室 教室 他那就是樓下的那個號碼 我們還有機會 這邊還有很多可以討論的 所以 有沒有想法要提出來 謝謝 可以 各位牧長 同同好 我們幾位學生代表一起討論了一個議案 就是我們在討論到底教會 地方教會跟長青團氣 是不是在所謂長老教會的精神 或者是長老教會的認同上有一些認同上的誤差或者是差距 這可能導致了讓學生在長青團氣之後回到自己舞會上 會有一個銜接上的問題 那也邀請各位牧者還有或是學生或大學的代表 可以一起來討論到底這之間是不是有什麼樣的誤會 或者是在一些教導上或者是資訊的傳遞上有一些落差 好 所以大家報告一次我們的題目就是 為什麼教會與長青團氣對於長老教會的信仰精神的理解上有落差 以致大專生最後可能回不去自己的誤會 兩位 詞曲 李宗盛 我在這裡提出一個 一個比較具體的小小的案子 就是說能不能籌組 中會性的聯合青年團契 這個要包含大專青年 中會性的大專跟青年團體 為什麼 看起來好像又回到從前 以前那個有那種部本來就是一個青年 但是為什麼現在又要回到這裡 因為人 出生率越來越低了 人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一定要再籌組 這個聯合青年團契 它可以做的事工很多 可以讓我們的名字構造 還可以擴展 不可以讓唱 因為這如果要敬拜仗的 像這種中會性聯合青年團契 有大專為的作為者 可以做成並拼到 好啊 這可是我的一個意向 好想 сказать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我非常感謝上帝 我剛才是人生最後的25年 我只求75歲就好了 如果有第四個還要拍什麼 可以25年 讓我去一個法輪金正確的地方 其實是我預謀 我會上帝求 這個我講到說 黨老教會的優勢 就是我們遍布很多鄉村都有教會 這是我們的資源 現在去到鄉村 我今天來這裡聽說 我們的人有一種結合的概念 這個我覺得真好 所以我的口號是 自己的故鄉 自己的故鄉自己故 我們過去的100年 幾百年 我們把人從原來的土地 抽離 我覺得最重要的 我們憲法 全地去照顧 管理每一個地方 結果我們把人都刷來賭齊 現在再來 土地出問題 我們應該倒回去 倒回去 像我自己的故鄉 我回不去了 所以我就去找一個 我心儀的地方 回去 當作我的故鄉 所以我們認同一個故鄉 一個土地 好好把精神 把我們的信用 在那裡發揮 所以中六月 如果把這個口號 撒下去 對台磚 對青年 我們把韓屬家 都把它刷來 我們站在 故鄉 故鄉 故鄉的人 我們就付出照顧 所有的主委 都可以本等 我想這是一個 很好的方向 各位大家平安 那我來提一個案 那因為我 其實在整個 在長老教會的青年團體 長青團體裡面 栽培出來 那最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在團體裡面 我現在講的比較是說 在大專團體裡面 就是我們的長青團體 大專團體裡面 大概 大概就是四年 醫學系的學生 可能六年七年這樣 可是呢 他畢業以後 成為畢氣 可能是幾十年 所以當大學生的時間 比較短 大概四年到七年 但是當畢氣的學時間 比較長 像我現在的身分 就是畢氣 所以我要提一個案 這個案就是說 那這個畢業生 這個我們在大專的 這個畢業生 在各個學校裡面 畢業的 這些團體的汽油 有沒有需要把它組織起來 有沒有需要把它組織起來 那在這兩天 我有聽到非常多 有關於這個分享 其實在這個分享裡面 很多也都是我們的畢氣 他們散落在我們的教會 在社會裡面 所以我在想 這些畢氣如果組織起來 那麼他們 將會是在我們的大專團體 還有在我們的教會 以及我們的社會 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那這個是我想要提案 提供出來 大家一起來討論 就是這個畢氣 有沒有必要把它組織起來 那如果組織起來 要怎麼組織起來 那要做什麼事情 這個是我們的提案 謝謝 謝謝 各位同工平安 我是西美中會的阿春 剛向各位同工的發表 很多的議案 也非常感動 反而好像是 就是欠缺民主組的部分 那非常感動 這兩天 我們學習 跟領域社會 都一直認為說 我自己雖然有一點年紀 可是我一直想在教會裡面 做一點清明事工的工作 跟事工 那事實上 在園區裡面 其實缺乏很多的人 特別是輔導的部分 所以 我今天 在各位面前 做一件事 如何把教會的輔導找出來 並將人培訓這樣子 最終目的是把這些人 找回的時候 這樣子你可以成為一個 全力的服侍者 就讓教會裡面做 你擔任你的工作 我想就是 我們在地方 教會服侍的時候 很缺乏 我們自己 也無法全力 照顧到教會的 單一的族群 所以 是不是可以把 透過跟總會的 這樣的一個配合 跟元宣這樣的一個配合 跟今天開始 今天事工都配合 幫助 至少在北區 目前在北區 西門州會在北區 或是在其他東區 南區都會做這樣的事工 來幫助元宣的教會 激烈的把這群年紀 把留在教會當中 將來就可以繼續 在教會裡面做更大的事工 這樣子 謝謝 不曉得還要提 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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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力才原的困境 那這一個題目 其實有點跟 洪富實體的 其實有點像 但他那個 比較廣 可能也包含在這個當中 只是怕會說 議題可能會 可能會比較分散 所以這個議題 可能會跟他的 時段是比較分明 那 大家知道我們原住民的 大專生 其實目前在全台 一百六十多間的大學歷有兩萬五千多人 那我們現在原住民大專工作的只有四位 那原住民大專最長已經成立最久的大專 也已經四十年 那過去是一位 現在也是一位 那今天就是成立四個大專 那是由四位工作者來負責兩萬五千多個學生的官土跟牧羊 那我們知道其實這是很困難 那我們也期待教會一起來做這樣的工作 但我們知道目前我們的工作的其實所有的工作量已經達到了頂點 那如果說再增設一個其實是 除了這些不加倍的那個數量去關注 那我們期待這個議題呢 不只是原住民的教會中會一起來討論 那我們也期待我們平地的中會 還有教會一起來關注原住民學生在校園的信仰生活 然後一起來為這個議題可以一起來分享 或是提供建立 給我們在原宣的這個眼光還是看見 我們在原宣的那個醫療增加進行社的具體 有區域也不讓我們買回來 所以有區域也不需要有區域也不需要 有區域也不需要 沒有區域也不需要 有區域也不需要 但每一组可能就会比较少人 那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够 那你也不一定要 或者是你的提案可能跟其中有人是比较类似的 你可以加入那一组 看什么是还有这样的提案 是另外一个时段就是 你刚才是A是不是 B 那有没有人还要再提 因为康慧是说他想要再 另外一个时段他想要再开一个题目 不晓得大家 觉得可以了 来音乐 我刚才那个是讲自内体制 那我想我们信仰不是只有体制 信仰 信仰是核心 所以我下来这个题目是 我们现在很流行一句话 自己的什么是几年 对不对 刚才郑君彭牧师提到什么 自己的教会自己救 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有 因为社会那一套嘛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自己的教会自己救 自己的相对自己顾 好像都一个 一个什么 进行一样 但我觉得 这好像有问题 自己的教会自己救 我们现在教会成了 我们教会没有救 我们要当天师第二 所以 我想我们要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 自己的教会自己救 然后就 挂好起来 下面一个经厂 然后再一个问号 我们要好好来思考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才不会落入 好像说被社会 那套进行 教会跟社会不一样 因为我们教会是有信仰的内容 我们要选择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 我为律师你可以想一下 等一下要 要结束之前要来填那个 签你的名 1A有谈到这个土地认同 土地认同 然后2A就是 原住民大专 教会 中会 总会 整合资源 就是 服务牧师体调 就是怎么去统筹 然后 另外3A就是 保存母语 跟传福音之间 那还有同 这题目 刚才有说明了 就是说 因为哪一个 哪一个才是重要的 4A谈到 为什么教会 对于长迅团区 对长老教会 信仰精神的理解 有落差 以致大专生会 悔不去教会 那是 谈到说这个 中间的落差要怎么去 其实讨论这个问题 应该是讨论 要怎么去 让这个落差可以减少 那6A是谈到这个 大专毕业生团契如何组织 跟教会 还有这个 大专与这个社会关系合战 就是一人 主委他提 那康牧师有提到这个 自己的教会自己救 温号 然后请看 如果有兴趣的 就欢迎来签这一组 这是A时段 有这几个 就是两点开始的 那你这个都有教室 那个教室的名称都在上面 所以你签上去的时候 你也记住你自己的 这个场地 那B的部分有 1B就是谈到这个 也是康牧师提的 这个体制跟制度的问题 第二 2B是怎么样让妇女团契 是怎么去陪伴牧羊 比较年轻的女性 因为在教会里面 好像年轻的女性 是被认为参加 妇女团契就要比较老 才可以参加 然后再来就是 谈到这个3B 就是教会青年的定位 服侍被牧羊 这个部分真的是 亨慧提出来的 然后再来就是 亨慧师提出来的 就是囚组中会性联合青年团契的可能性 包括包含这个大串青年在里面 怎么样让中会的这个联合的青年聚会 可以 就是 在少此话的时候 是可以热闹一点 然后 5B谈到自己的故乡自己顾 自己顾 6B是谈 如何把教会辅导找出来 培训 加以培训 第7B呢 是如何解决原住民大专生肖中心人力裁员的困境 还有没有人要提 还有没有人要提 有了 我想提出的题目是 青年大专施工的12点国教议题 我想 最近 大家 面对一个社会上的答题 就是 我们的教育问题 然后 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总会 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 我发现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要精英培育 或者是普及的教育 因为12点国教其实问题就是在这里 因为两个思维的冲突 因为一些比较好的学校 他们期待的是精英的培育 但是一些社区的高中 他们是期待的是有普及的教育 所以两兆之间 他们之间就会产生一些冲突 所以我是期待说我们自己 我刚才其实听了一些 我觉得我们 大部分的议题 可能是在精英的培育 我们培育了很多的青年 但是在青年其实都是精英 但是我们如何真正的普及 在教会当中 普及在我们自己的施工当中 我想这个部分 所以我的题目是 如何建立青年大专的培育教材 让真实的让每一位青年 成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份子 而不是我们 因为有些人在学资上 在能力上 在资源上比较好 那些人成为精英 但是精英仍然是少数 所以我们发现 我们的大专青年 我们的一些青 他们仍然一些少数 能够掌握一些资源 但是大部分人却无法 能够享受到总院的一些招待 好 谢谢 因为人多 所以我们把A的会贴在这边 把它贴宽一点 然后B的会贴在这边 所以就是贴完一边之后到另外一边去填另外一个 就是两个时段都填一个 就填一个 还有没有要提案的 如果没有要提案的 我们还有十五分钟可以 自由一点来这边填 填完的时候就可以移动到 到餐厅 餐厅是在那边祷告的 这样祷告完还有十几分钟 有一个牧师 我年轻的时候乌龙我 他跟我讲说 这个祷告超过十分钟就无效了 所以有一次 淫会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很年轻 都相信他的话 祷告完以后刚好有报告 报告完以后我们要吃的时候 他说等一下已经超过十分钟 我们这一桌再祷告一次 然后祷告完以后 吃完以后要走了 他说好不好吃 说好吃 再祷告一次 吃完要感谢上帝 那个辅导 不在我们中接着 他就是疼 OK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 喔 你有十八分钟 所以 我们要先祷告吗 先祷告再签名 如果你觉得失效 已经失效了 那你再祷告一次 那我们请 还有人要提案 再一个 你要不要先讲一下 再写 好 我本身是台北中会士兵教会的青年 然后同时也是就是牧师的孩子 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在谈跟青年的关怀有关 然后我自己身为就是牧师的小孩 我发现就是在关于牧师小孩的关怀与就是牧养上面这个常常会成为就是一个常常大家看不到的问题 我相信就是有一些大专的工作者应该会发现就是说在大专的时候你邀一些牧师的小孩会分成两极化 一部分就是他一定会出现而且很积极参与故事 另一部分你怎么邀他就是不出现 就是他就是不会想要来 因为他可能在原本的教会有受伤或是有一些无法没有被照顾到之类的 导致他对教会有一些的不信任或是他甚至有点排斥教会甚至排斥这个宗教 然后我在大学这几年我接触到了很多像我这样类似的PK 然后虽然很多人他们后来有走出来 可是大部分很多的像我们自己常常大学有超过一百个长老教会的牧师的小孩 但是实际来参加团契的大概不到二十个 有一百个可是来参加团契的不到二十个 有几乎八十个PK是在外面流浪 他们没有来参加团契没有再教会 所以我想要提的议题就是我们要如何 就是落实这一个就是牧家的子女的关心 跟如何对他们有特别的牧养的方式 谢谢 那等一下我们就拿自己的原子笔来这边签 B的选一组 A的选一组 然后就签名就可以往餐厅那边移动 好对 这么要紧 好 天哪 好 天哪 好 我们先给谢谢大家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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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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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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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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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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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